主料,面粉,谷料,洋葱,青红椒,香菇,火腿,玉米,香仁,杏仁,奶酪,鸡蛋,番茄酱,发芹丁,蒜末,用菜人数,一到两人,和面团,准备适量面粉,我也是第一次做,所以也是大概估计用量,把一片奶酪用温水融化掉,和少许带液,适量盐,鸡精,炼煮, 酱母粉一起放进面粉中,加适量水融成光滑的面团,用保鲜膜包裹起来,然后等大概30到40分钟的样子,这段时间开始准备其他材料,其他材料,馅料都是可以随意搭配的,看家里有什么就放什么就是了,我用到的材料如下,洋葱,青红椒,香菇,火腿,以上都切成丝,玉米,香仁, 惊人,烂了傲要多一些,一半切丝,一半切大片,鸡蛋,番茄酱,番茄丁,蒜末,材料实在太多了,分开展示还不知道要多少张PP呢,我干脆给他们来张合影,嘻嘻,然后,加一点盐,用番茄酱把番茄丁炒熟炒稠, 因为怕等下蔬菜烂不熟,所以我先是用蒜末,把蔬菜轻轻炒了一下,烧手热,万薯即可,前半不要炒老了,如果用专业的锅火炒香的话,这一步可以省略,等些些准备工作都准备好了后,面团基本上就发好了,嘻嘻,看我的面团,竟然迫不及待的 从保鲜膜中振脱了出来,做面饼,把面团再次揉匀且光滑,分成你所需要的小块,然后改成锅底大小的面饼,并在上面用牙签或筷子加很多小洞,这样是为了一会做的时候受孕之云,容易成熟,我家炒锅就那么大的底,所以我做到当然迷你了,呵呵,还好是电磁炉锅,要是煤气炉用的那器不是要做成, 点进了,吸吸,照片还没来的急渣洞洞,落底抹一层油,把面饼放上去,并用小勺把面饼中间想象按几下,让周围略高,打开火,把火开到你所能开到的最小,我将电磁炉开到了一个灯道,基本上算是保温了,然后先在上面抹一层刚刚做好的番茄酱,再铺一层奶酪丝,我的奶酪,因为早早的拿出来照相给大家展示, 已经变软粘在一起了,完全没了丝的形状,大家做的时候,用时再从冰箱取出些丝就行,当然了,不用我说大家也应该想到了,后来那奶酪片肯定也不是偏了,再在上面放一层刚炒好的蔬菜,改上锅盖烙大概十分钟,然后打开锅盖,用刷子在面饼的边上刷一层鸡蛋片,再在上面铺厚厚的一层奶酪片, 盖上锅盖再烙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,时间自己掌握,如果闻到服务,那你的考制过程就提前结束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